主播從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 王豪鳳梨 吳弘毅對著鏡頭 聲聲一職工 因為二零二一年他發文指控 朋友蔡信刺青師年僅十一個月的小孩 遭到高雄一名保姆 虐待致死 沒想到兩年後案情大逆轉 發現是蔡信刺青師 以次吸毒才會導致小孩過世 王豪鳳梨於是在七月三十一號 深夜開直播道歉 帶你來聽鳳梨吳弘毅的嘴型說明 十三分鐘的直播內 王豪鳳梨對著鏡頭 鞠躬兩次要為自己過去的言論 影響保姆一家生活道歉 這也是他兩年來首次除免道歉 不過他也呼籲 存案還沒定業 女嬰家屬 也打算再次上訴 要大家理性看待整起事件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新消息 將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